如果你一着凉肚子就发胀 那这个热敷的方法就一定要试试 因为这个是我认识了五年的老中医 他特意嘱咐我的 李韩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 那时候虽然年轻 但是夏天即使热到38度 一口冰淇淋都不敢吃 胃里总是像抱着一块冰的那种感觉 腿脚也是稍微着点凉 肚子就胀得像个球 来月经的时候量也很少 总是感觉堵着排不出来 然后这个后腰呢还嗖嗖冒凉风 不捂着就酸疼酸疼的 当时太难受了 后来呢我就到处去看中医调理 最后中医调理好了 除了经常吃一些暖身的食物之外 还要每天晚上坚持热敷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南水袋在热敷的 但是每天灌水太麻烦了 一不小心呢就会被烫到 后来呢我就找到了这个 妙界的智能按摩腰带 你看哈这个腰带 它是可以这样暖腰的 是放到后边就可以暖腰 是吧 它还可以放到前边 这样直接暖肚子 而且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 这样 直接来暖肩膀 也很方便 你看它这里边还有四片爱绒 咱们可以把这个爱绒 放到这个网兜里 然后通过加热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挥发 帮助咱们身体去除这个寒气 你看它这个热敷面积挺大的 可以把咱们这个整个的肚子都可以包住 我选这个还带按摩功能呢 它有三档调节 然后那个震动 不论是腰还是肚子都特别舒服 里边我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它不用插电 你看它里边直接送这么一个充电宝 这个热敷开关打开之后 我们把它这样 敷到肚子上 然后这个充电宝充一次电呢 它是可以用一周的 走哪都能随时带的 是不是很方便呢 如果你也被这个体寒的问题困扰着 那你就试试坚持每天热敷吧 现在呢我们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 每天晚上大家都抢着敷 当然了我是发展时间最长的 我一般就是先敷敷肚子 然后再敷敷喉腰 最后呢再敷敷肩膀 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然后哪哪都不疼了 我一般都不疼了